王一博被夸赞的合集 杜华 没有喊过 就是说我很累啊 就是说我想退出啊 或者说不想干的 安文 神的孩子 我觉得就没有夸张 太干净了 真的 体型就非常好的 我喜欢有礼貌 这个规矩还是很重要的 而且那孩子现在这么红了 特别的理智 特别冷静地看待这些 夜内人士 配合度特别高 让穿啥穿啥 让干的就干的 合作下来对她印象真的非常 王菲菲 很沉稳 长大了 张萌 哇 就感觉到她真的好勾搭 好猛哦 李一彤 就是她有一个往前踹 那一脚踹到了我的内心 姚佳 非常低调 是愿意对专业性的去努力的 包括她体育各方面 赛车啊什么的 很厉害的 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王子睿 其实她自己家 是一个非常努力和发狠的人 所以工作伙伴选王一博 一定没有错 你将非常的轻松 黄豆豆 我觉得从舞蹈的角度来讲 她是非常非常好 倪平 她已经是一个参天大树了 大张伟 所谓三百六路无死角 王一博就是第二个人 汪涵 她有天赋 她加入了自己的努力 加入了自己的客户 胡静 觉得她很帅 然后虽然她的戏没有那么多 但是很出彩 佟大为 一博确实是很用功 这个戏一博演的真的挺好的 陈乔恩 非常地认真努力 她好怕其中一个台词 她演播好或辣掉 可是她在现场的时候 发挥得非常的好 李正鹏 她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天分的车手 在赛道上的时候 她是挺好强的一个人 李宗 非常聪明吧 学习的能力非常快 就是对赛车这方面的悟性特别高 张杰 她是非常非常优秀 非常有才华 陈佳画 她虽然话不多 可是她用实力说话 她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 廖博 五个舞种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而且转换成每一个舞种的时候 都能精准地抓到 这个舞种的感觉 还有技术 这些舞者 一步 准备了 慢慢地进入多了以后 才开始进去 你会发现她今天很哀笑 就非常非常阳光 这夜的挑战 非常好主持人 非常好主持人 跳得特别好 会很多舞种 人很好 一步 我不得不说 一步 我的拉肯 跳得真是太好了 理解能力特别快 就我说什么 她就懂 沙小兰 自动地流下了眼泪 她被环境所感染了 其实王一波舞 跳得就已经很好 但是她还是一边一边地 跟那个编导师 在练动作 耳东声 这个人能演大是他哥吗 这个年纪非常稳的一个人 傅东宇 那么坚定地说出了这样的态思 我觉得当时是三百多人的礼堂 一下子掌声雷动 那真是她的那个表演 惊着了 黄轩 特别有礼貌 因为她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想得非常的清楚 明白 做事也很有原则 也还有谈点很努力 很具有人格美丽的一个人 赵轩 外冷 内热的人 总是在倾听 他的专注度是一般演员不具备的 刘义军 我就喜欢跟认真的人在一起工作 王静松 他非常的刻苦 非常认真 他吃了很多的苦 我希望 我希望也能够合作 更多更好的 像他这样的年轻演员 陈晓 足够强大 而且到时候看成片 你们就会发现 他完全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非常非常好 傅东宇 我的最真正的天 就是感动 你学四年 学八年 你告诉我 你来一个 王阳 有一点点设苦 但实际上是一个特别真诚 特别敬业 也特别努力的年轻演员 王传军 教一些上海话 然后他学得非常 梁朝伟 他也是一个非常用功的演员 也很用心 几乎有时候没有他的戏 他都坐在那边看 成儿 他是腼腆 他很稳重 非常有礼貌 也非常谦虚 在无名这个电影里 他为我们大家奉献了 近乎完美的表现 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 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的 诞生 王一博 于东 你想不到的演出 演得非常好 不属下风 不属于梁先生 胡军 感觉是挺瘦弱的 这小子那个耐力可强了 尼波是一个特别含蓄 然后比较善良的一个孩子 刘晓氏 表面 其实挺冷的 但是他是一个情感 特别充沛的 就内心很柔软 刘敏汤 很好合作的一个人 也是个很谦虚和敬业的人 很有善 很善良 黄博 那个内心 有一条火热的这样的人 他其实 应该还有很多的潜力 可怕 大鹏 一博和敏涛姐 第一场戏 就是他看着妈妈在台上演出 第一条表演就成功了 一下就哭出来了 对于我来讲 作为导演 我觉得挺幸福的 也很幸运 两个演员都做足了准备 到最后的呈现 也超越了期待 我坚持王一博的那个 跟张一杰的网剧是 17年底 当时更小 我觉得王一博非常稳 所以我一看当时 这个人就能演大 其他人要把 那个年纪非常稳的一个人 但是最终我确定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确定的时候 不是今天的一波 实际上我们之间 还有个大家 互相的开玩笑 就是那个时候 我见到的别的那些 其他的年轻的演员们 比他要火 那时候他不是今天这样的火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 炸了 没有 但是他的执着 他的镇定 他眼神里的清澈 他的渴望 是让我坐着 我一天我看到 于是我说 就是他 平常没感觉 平常也没有说 那个小生 可能会影响力更大 没有 可以了 导演 像王一博 在唱领航这首歌的时候 观众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们能看到 他真的是 激动的流下了眼泪 他被环境所感染了 为他的中国共生 排的时候 只要一上台 他们的几个小孩 就不停地在 跟编导在一块练动作 本身其实王一博 舞跳的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他还是 一边一边地 跟那个编导师 在练动作 就是他自己有一个 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动作到位 整齐画一 而且还能在这种 跳动情况下 能够动作不变形 很有激情在唱歌 我们从夜 从夜 走到哪吒 我们从门 从风子到哪吒 有你我同行 再累一息 有你我同行 再累一息 见到一博 我就觉得 他是还是挺沉稳的一个人 他很腼腆 他很很稳重 非常有礼貌 也非常谦虚 作为他的现在的环境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些 很难得的品质 所以我还真的是挺舒服的 包括拍完戏生活中 我们也会有一些接触 我们会去吃饭 会有这样的交往 我觉得很舒服 王一博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人 就现在的雷鱼 其实 王一博非常合适 他就应该演 这样一个年 一博是一个很有礼貌 然后很爱思考的 这样一个人 雷鱼也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感受力非常好的页面 他进入情境很快 他很珍重 恶劣的合作很特别 然后我是做了一些采访的 我会去跟国内最顶尖的街舞的这些从业人员 我会问他们 如果有一个演员来演一个Breaking Breaking的B-Boy 你们觉得是谁 我问了很多人 他们都是最专业的人 我问了同一个问题 他们给了我同一个名字 就是王一博 让他来现得 说去 后来 离网 是